这个周日就是元宵节了 民众也陆续开始采购汤圆元宵 而在台中市有一间市场老店 买气是增加了3到4成 创立74年的浙江菜民店 也准备了6500分的手工元宵 已经是有7成的预定率 那么尽管今年一盒是涨了20元 还是有不少民众前来抢购 台中市汤圆老店一早不少民众排队 肉呼呼鲜肉汤圆猪肉内馅饱满 搭配上铜蒿油葱酥大口吃下好满足 周日就是元宵节这几天买气多了3到4成 咸的就是咸肉嘛 甜的就是我们一般传统的那个红白汤圆 然后我们还有另外做姜黄芝麻 跟那个纸米花生 因为元宵节啊 然后大家都是应景嘛 然后陆陆续续都有客人在买 另一头创立74年的浙江菜名店 每年元宵节都会贩卖手工元宵 师傅得将内馅一颗颗称重搓圆 再放上竹筛沾黏糯米粉和水 来回滚动10到15次而成 店门外师傅工作的双手没有停过 今年业者总共准备了6500份手工元宵 预定率已经有7成 受到原物料和薪资上涨影响 价格比去年多了20元 那今年因为原物价的上涨 然后呃员工薪资的上涨 我们有把价格往上调 那原来一盒是300块 目前是320元这样 那目前订购的状况 大概就7成左右 那预估大概在礼拜五晚上 或礼拜六应该就会全部卖完了 滚元宵的比较少见 然后有介绍过说我们都想说来买看看 元宵象征团圆好兆头 尽管价格略有涨幅还是得硬硬紧 不论甜汤圆咸汤圆都冲出买气 内用外带人潮满满